大家好,咱们讲一下首相中的三交文 三交文它是指类似于三交形的文理被称为三交文 这个三交文它是一个封闭的图形 类似于封闭的三交的图形被称为三交文 首相中的三交文它要看位置而定其胸 一般来说两条主线或者两条主线以上组合而成的封闭性的三交文 对它本人的运势起到一个很好的帮扶作用 如果单个三交要看位置而定其胸 这点要分清 还有一个现象呢 首有三交付到九十九 它说的啥意思呢 它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指人文、地文和寓注文形成的一个封闭性的三交被称为三交文 这种文理就是说的首有三交付到九十九 就是说的首心这个位置 它是由地文、人文、寓注文形成的三条主线形成的 也有的是两条主线形成的文理 也被称为以好的现象 起到旺财俱财的现象 如果三交文出现在天文感情线上 则代表婚姻方面不逊 夫妻之间容易割合 甚至出现分离分居的现象 所以来说 这个首相中的佛号三交文 它是看位置而定其胸的 这点必须加一注意 如果出现首心名堂还有地文、人文、寓注文共同组合的三交文 则是起到旺财旺运作用的 你这点必须加一注意 三交文出现 三交文它必须是封闭的 首心的三交文越封闭 并且图形越大 它对命主本人的运势越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帮扶作用 首有三交付到九十九 它就是说的掌心这个位置出现的三交文 对运程运势起到一个很好的帮扶作用 这点必须要加一的区分开来 这点必须要加一个很好的帮扶作用 这点必须要加一个很好的帮扶作用